2016年12月8号到12号 在阿姆斯特丹瑞汇厂中心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师级奢侈品展览会 共计5万多人前来参观 比去年增长5000多人 今年展会占地3500平方米 收到了非常优秀的设计者和参展商 艺术、房地产、高档轿车、船、室内装饰、名表和珠宝首饰等 尤其成为今年展会的热点 阿姆斯特丹大师级奢侈品博览会 以前叫做百番富翁会展 活动到今年为止已经举办了第15个年头 自2002年在阿姆斯特丹Passenger's Terminal成功举办开始 现在在欧洲已经发展成为独一无二的会展之一 从2003年会展主管方 就骄傲地入住在阿姆斯特丹瑞汇展中心 注重品牌追求个性 是博览会举办活动的目的 今年阿姆斯特丹博览会活动最新眼球的是 一家中国品牌产品浪驼 它是一家经营万表、珠宝和香包等时尚产品的中国公司 中国民族品牌浪驼形象优雅 外表华美 浪驼系列时尚相包在博览会展示活动中 以设计上独具匠心、东西融合的理念 伸手荷兰友人喜欢 它们爱不释手 给予高度评价 公司的国际化事业 雄心壮志的战略 促成了在阿姆斯特丹瑞会展中心 这个世界舞台亮相 浪驼欧洲总代理张秋月女士表示 中国的第一民主品牌 今天能够走到欧洲 我是欧洲的总代理 然后今天我特意设计在 一年一度百万富翁节里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奢侈品的展厅 高端的史上的知名人士都在这里 中国的客户都一直会 这什么品牌没看过 是马上会吸引住 然后她知道 中国都有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包 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浪驼 经过浪驼这么多年 我自己就体炼一下它的质量各方面 然后在前年的时候 我就跟公司签下来 我的欧洲总代理 由于阿姆斯特丹大师级摄取品博览会 往日的成功 明年将扩大到38000平方米 阿姆斯特丹莱会展中心 将一如既往的在2017年12月 再次恭迎大家光临 欧华传媒报道 阿姆斯特丹大师的 5月1日 阿姆斯特丹大师级摄取品博服